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 神的恩典里面 这两天我们分享到雅各家又出世了 她的一个宝贝的女儿 在事件这个城里面 因为好奇 她就偷偷一个人自己跑出去 没有跟家人一起出去 结果呢 遇到了当地的一个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呢 喜欢他就强暴了他 哇 这个男孩子也叫事件 这个城叫事件 这个男孩子也叫事件 而在这件事情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这个男孩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呢 圣经里面是说的 他说这个男孩子 他在他父亲的家中 是人最尊重的 这个男孩子不是一个什么流氓啊 这个男孩子不是一个什么灯徒子 不是耶 是他的家中最被尊重的 那个城 他的父亲是那个城里面的 最被尊重的一个家族 而他又是这个家族里面 最被人尊重的一个下一代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会在我的路上就去强暴别人呢 你知道这就是世界的可怕 世界其实常常给人很多的价值观 有一些事情 本来我们觉得这不对了 这不对了 可是当世界不断地告诉你说 这个人也做 那个人也做 大家都做 结果呢 很多我原来不对 以为不对的事情 后来发现 大家都这样 但可能没有什么不对吧 就是这样吧 久而久之 就渐渐挪一帐篷 很多的价值观就被扭曲了 这个孩子 他在一个扭曲的价值观里面 他是一个被别人尊重的人 可见他的行为 做很多的事情 大家都非常的欣赏他 可是这样的一个人 却活在觉得我在路上强暴别人 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这件事也没有影响别人 对他的尊重 他继续还在他们中间 是一个相当有领导能力的人 他去跟他的全程的人说 他们跟我们讲 如果我们行割礼 不是我行割礼 是我们全程的男丁 通通要去行割礼 然后他们就愿意把女儿嫁给我们 而这些人竟然也愿意 可见他是讲话都有影响力的人 诶 行割礼是很痛的耶 对于男人来讲 那是多痛的一件事情 可是别人愿意听他的 他去强暴了别人 竟然没有影响他 在他所在的那个生活范围里面 成为一个想话有影响力的人 你知道这是多可悲的一件事情吗 可见在那个大环境当中 这一件事情 是大家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大不了赔点钱嘛 大不了就把他娶回家嘛 以至于虽然他做了这样的事 他仍然是被尊重的 他仍然是有影响力的 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 圣经不断地要基督徒分别为圣 因为世界不断地被仇敌 扭曲了我们的价值观 人做很多的事情都被价值观所影响 当这整个城都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 在这个城里面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就变成很自然的一件事 我求神帮助我们 那么怎么分别呢 怎么样可以分别呢 用真理 用圣经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去好好读神的话 成为一个基督徒 不只是在天堂定了一个位置 要在今生 在你所在的地方 为主 在弯曲被谬的世代 好像明光照耀 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分别 我们有什么光去照耀这个世代 用神的话 成为我生命当中的分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